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39集 当天下午 一辆马车直接从脚门里驶进了使团驻地 这辆马车看着十分寒酸 十分普通寻常 不论是从车厢的装置 还是车夫的模样来看 都没有什么异样的地方 但是负责使团护卫工作的所有人 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使团内部的紧张感觉 外面隐隐绰绰 全部都是北齐锦衣卫的影子 范贤看着那辆马车 却说了句和此时似乎毫无关联的话 看来斯里里也到上京了 一个穿着白色青衫的年轻人推开马车门 缓缓移动脚步 站在那里 看着头顶的天空 微微眯眼 拳击低头扫视了一圈院子里望向自己的众人 他很轻易地从这些人的身上感觉到了院子里的味道 不由唇角泛起浅浅微笑 范贤走上前去 将尊于贵地扶住颜冰云完好的右手 小心翼翼地将他扶下车来 轻声说道 欢迎回家 对于庆国人来说 使团所在便是故土一般 颜冰云被囚一载 早已有了必死之念 虽然时至今日 仍然不能接受用孝恩换取自己的协议 但此时踏上使团的土地 听到范大人这句欢迎回家 心中啊 不免依然有所触动 小院里没有红楼寺系统的文官 除了七名虎卫之外 全都是此次潜伏在使团里的监察院官员 众人看着这个走路都有些困难的年轻人 齐声败倒 参见颜大人 声音并不激昂 也并不大 但能感觉到众人的诚心诚意 颜冰云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只是轻声说了句 能够活着出来 我感到很意外 范贤扶着他的手也笑了起来 你的手指啊 居然没有全部被拔掉 我也很意外啊 这两位监察院将来的正副手 此时说话的声音极为轻柔 只有彼此才能听见 颜冰云回到了使团 此次初始北齐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 范贤心头大定 对王启年说了几句什么 便扶着颜冰云进来内室 然后开口说道 把衣服脱了 我下手没有轻重 很明显 颜冰云这种人不会误会什么 缓缓扯开自己身上的白色衣服 露出惊悍匀尘的赤裸身体 范贤挑挑眉头 想到在京都三处换装时候自己的感觉 发现对方确实比自己还要冷静许多 他从箱子里取出药盒 用手指挑了些 然后开始均匀地抹在颜冰云的身上 手指经过之处 全是一片起伏 伤痕之恐怖 实在难以形容 我一直以为 你只是个运气很好的人 颜冰云冷漠地开口说道 不过 范提斯看见下官身上伤口 还能如此镇定 看来比我想象的要强不少啊 范贤的手指停在颜冰云的左胸上 内处的骨头明显是断厚重续的 鼓起了极大的一块 外面是浅红色的新生肌肤 看上去十分丑陋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的成长经历 我自以为自己很了解 颜冰云冷漠地看着他的双眼 范大人 您从出生到十二岁的人生 我非常了解 范贤 微微偏头 看着对方 没有说什么 颜冰云也陷入了沉默之中 似乎不想再在那个话题上继续下去 过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谢谢大人 替下官疗伤 不过 我想配着商药 下官应该比大人更在行一些 稍后 请允许下官写个方子 让使团的人帮忙去抓几副药 范贤没有理他 仍然专心地涂着商药 同时服以自有学习的智商手段 吃了他 范贤毫不客气地塞了颗药丸 到颜冰云的嘴里 冷冷地说道 说到智商解毒 这天底下除了废戒 还没有谁敢在我面前叫嚣 废戒是谁啊 院子里还有哪个姓废的 大人说的是废老 我说的就是那个老怪物 范贤已经做完了所有 喊人端了盆温水进来 细细地静了手 扯了块毛巾擦干 这才对颜冰云说道 你受刑太久 心脉已经受伤 五道修为大有折损 说完这话 他细心地注意对方的脸色 发现颜冰云一脸平静 似乎没有听到一般 他不由大为赞叹 心中更是拿定了主意 一定要将这个看似冷漠 实则高傲至极的年轻人 收入账中 回国之后 好生调养调养 也不是治不好 指甲被拔了 总会重新长出来 骨头错位了 我让七处那个光头 再给你重新打断 我再治一治 怎么也不能变成 陈萍萍那种老脖子呀 范贤开着玩笑 一股火辣的感觉 从他的胸腹之间 生腾了起来 饶使他的性情无比坚毅 却也被这个突如其来的痛苦 真的眉角抖动了一下 无妨 只是批毒的手段 因为不清楚你的体内有什么尘毒 所以用的药霸道了些 不过有我在旁边看着 你死不了 范贤毫不在乎的 替他将衣服披好 忍一忍吧 阎兵云的额头 开始冒出黄豆大小的汗珠 显然极为痛苦 低沉着声音说道 娘的比中毒还要难受 这是什么解药啊 范贤大喜过望 机长赞叹道 阎兄肯骂娘了 也对 老板那副冷冰冰的模样 给谁看呀 在北齐景一位面前 装装裤就好 在我面前 可别玩这招 我打小就看腻了 他打小就看腻了 自然说的就是那位 酷帅到底的竹子叔叔 你这解读的法子 是跟谁学的呀 我不信任你 阎兵云感觉身体外面 抹了伤药的部分 也开始啄痛起来 韩生问道 先前就说过 范贤微笑望着他 阎兵云眼中一盲一闪 浑将体内体外的剧痛都忘了 死生说道 你是费界的徒弟 话语里满是惊讶 又说道 费界没有你这样一个学生啊 亏你还自夸 对我十二岁以前了若执掌 范贤开始收拾窗边的瓶瓶罐罐 讥讽说道 连我的老师是谁都不知道 阎兵云看着他 半上没有说话 范贤很无辜的回望过去 称河看着阎公子身上的满身揪瘾 轻声说道 我说阎兄啊 为什么总感觉 您看着我便满脸怒气呢 这是范贤心头的一根刺 既然要收服阎兵云 那就一定要知道 对方为什么对自己 会有如此强烈的抵触情绪 不然往后的日子 一定会非常不好过 长时间的沉默 阎兵云似乎依然不想谈及这个话题 但不知道为什么 随着身体内外的灼痛感渐渐消失 这位监察院北方大头目的脑袋 却有些昏了起来 看着范贤那张漂亮的脸蛋 便是无来由的痛恨 想到这些年在北齐朝野 提着脑袋过日子的刺激人生 言语像是控制不住一般 逃离了微干双尘的束缚 提斯大人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五年前丹州曾经有起凶案 一直没有侦破 范贤正在关箱子的手 没有停顿一下 心里却是未敢吃惊 他当然记得那起凶案 那是范贤两世为人第一次杀人 直到今时今日 那名刺客 咽喉上爆起的冰冷栗子 似乎还在刺激着范贤的掌心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临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范贤周梅说的 这件事情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吗 严冰云古怪的笑了笑 那名刺客是四处下下的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才会被赶到北边来做只老鼠 所以你恨我 范贤陷入了沉默之中 半晌之后 他忽然极其快意地笑了起来 我以为你应该感谢我 为什么 头部的昏晕感退了些 严冰云略觉诧异后 马上回复了冷静 范贤盯着他的双眼 一字一句地说道 因为我看得出来 你骨子里天生就是个间谍 你喜欢这种生活 我想这四年潜伏北齐 日夜紧张不安 对于你来说 是个很刺激 很充实的人生 严冰云说道 如果大人喜欢 您也可以尝试一下 范贤笑了笑 背起药箱 像个郎中一样走出箱门 反手关上门 他不亦为人察觉地耸耸肩 将纸杂里的那抹迷药 踢进箱子的边角 在心中警告自己 对自己人用迷药 仅此一次 再无下力 严冰云果然也厉害 在哥罗方的作用下 竟然马上就能醒了过来 如果让他知道自己动用了手段 只怕二人间的关系 再难融洽 从严冰云嘴中听到这个故事 让范贤很有些感触 同时知道了对方看自己不顺眼的真正理由 范贤觉得很是安慰 没有想到啊 自己与严冰云竟然会有这样古怪的渊源 五年前因为丹州的未遂谋杀事件 严冰云被赶到了北疆 最后成为了监察院在北齐的密碟头目 而五年之后竟然是自己来亲自接他回国 想到此处范贤不又笑了起来 这世上的事啊 还真说不准哪天就轮了回来 大人 盛老板送酒来了 有下属请示道 范贤挥挥手 说道 你们接着 我不想见他 下属应了一声 就出去了 范贤皱了肉眉头 才教育了一顿崔公子 信仰方面就有信来 那位长公主还真是追得紧呢 正想着 王七年从外面进来了 手里拿着一封信 轻声说道 守怀人带来的信 范贤撕开封口 细细读了一遍 眉间献出一丝忧色 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些人到底在玩什么呢 他眉梢一条 便进了后院 阎兵云十分警觉 当范贤推开门的时候 他的手已经摸到了身边的佩刀上 放松一些 范贤看着仍然闭着双眼的他 说道 在这里没有人会想着来暗杀你 阎兵云缓缓地睁开双眼 看着范贤这张脸 眼中闪过一丝冷丽之色 说道 你给我用的什么药啊 为什么我的头一直有些混呢 用了些凝神的药剂 范贤很平静地解释道 你的心神损耗太大 如果想要尽快恢复 那就需要良好的睡眠 只是没有想到 你的身体机能已经足以抵抗药物 没有太大的用处了 可惜了呀 淡淡的这句话 便将先前的迷药事情遮掩了过去 范贤那张仙境无尘的面容 实在是阴谋诡计最好的伪装 阎兵云知道对方反身入房 一定有事情要问 目光落在他的手上 主媒说道 范大人 有什么事啊 范贤将手上的心摇了摇 笑着说道 张公主的信 阎兵云有些诧异 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淡淡的说道 这和下官有什么关系啊 在回京之前 您依然是庆国监察院 驻北极密碟的大头领 范贤微笑说道 所以朝廷要做事情 我自然要征询一下您的意见 大人请讲 阎兵云不动声色 等范贤将信仰方面 连续两封信的内容 讲清楚之后 阎兵云的眉头皱了起来 她的眉毛里 夹着几丝银丝 看上去显得有些 有气无力 她轻声问道 长公主 为什么要管这些事情啊 我只是来征求您的意见 这件事情 院子要不要插手 阎兵云摇了摇头 院子向萧恩死掉 长公主却要我们配合上山虎 把萧恩救出来 这本来就是两个相反的目的 我们如何配合呀 范贤坐了下来 看着阎兵云那张冷漠的脸 说道 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我需要从你的嘴中知道 北齐 目前的朝局 究竟是怎么个模样 阎兵云看了她一眼 伸出三根手指头说道 三面 一面是太后 一面是皇帝 还有一面 是上山虎 不过上山虎 既然被调回了上京 那么她的实力受损太大 她必须在太后与皇帝之间 选择一个 很简单粗糙的话语 却是信心十足的判断 范贤沉默示意她继续 阎兵云继续说道 按大人的说法 如果肖恩是上山虎的义父 而苦河国师却想肖恩死 这样看来 上山虎最后 必然会倒向皇帝那边 为什么 因为太后一定会听苦河的话 范贤下意识里抖了抖眉毛 迟疑地问道 太后确实挺年轻的 但是苦河国师 还有这种心思吗 阎兵云正主 判斩后 才明白这位外表青梅 内力猥琐至极的这个年轻大人 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比仪看了范贤一眼 说道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通过阎兵云的叙述 范贤知道了当初的事情 是那个样子的 在庆国的三次北伐之后 战家趁势而起 建立了七国 但那位开国皇帝 在十二年前就不幸身亡 只留下太后 与当时才几岁大的皇帝 在空旷的皇宫之中 庆国虽然停止了北上的步伐 但毒辣的陈平平 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 暗中资助挑唆 北齐上经里的一些 前朝王宫 与战家的旁门贵族 最后终于形成了逼宫的态势 眼看着太后与皇帝 这对孤儿寡母 马上就要被造反派 揪出宫来 此时 苦河以战清风大帅 朋友的身份 住进了皇宫里 其实呢 三千兵马围攻而带 苦河坐于大殿之前 后方是那对可怜兮兮的母子 还有一大批颤颤巍巍 拿着竹台扫着的太监宫女 面对着无数的枪支箭矢 苦河一人坐在殿前 便没有人再敢动手 然后 魏太后的亲哥哥 如今的常宁侯 从宫城一角的下水洞里爬了出去 暗中联络了锦衣卫的沈崇 纠结了一批忠于皇室的力量 重新杀回了宫城 如此 才在这种显之又显的情形之下 稳住了北齐上京的局势 事后啊 苦河并未追究此事 太后呢 也保持着沉默 那些妄图逼宫的王公贵族们 虽然当时无事 但日后自然没有落个好下场 所以 不论从哪个角度上来看 事实上 太后如今还能安稳地坐在宫里 凭借的便是当时苦河一人的声望 与深不可测的实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